988新闻线 就可能支持推行咯 那业者就担心 一旦这个政府落实柴油 针对式补贴之后呢 柴油的价格 当然就会自由浮动嘛 会不会带来后续的影响呢 他们油站业的协会 PDAM主席凯鲁安努亚就说 目前还不知道柴油售价 会涨多少 可能只是调一个一点点的价格 但也可能是全面上调 甚至他们预计 每公升柴油 从现有的二令吉十五仙 会飙涨到三令吉五十仙 那根据新洲日报报道 凯鲁安努亚是说 目前如果没有补贴柴油的市场售价 其实应该是每公升 三令吉二十仙到三令吉五十仙 所以接下来就得要看 如果你真的只是针对式补贴 特定群体的话 会不会全面自由浮动 那柴油价格可能也会跟着调涨了 那我们就等政府来宣布其中的详情吧 那我们日常必需品中 在这一段日子一直面对价格调涨的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水费 那早前联邦政府已经允许 全国各州的水工机构调涨水费 其中槟城的用户最近就收到了 收到的水费单 他们就暴跳如雷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说他们纷纷到网络上就投诉说 他们的水费有一些呢 是暴涨到百分之两百那么多的 你那边的家人有投诉吗 我觉得 我的家人说还好 没有到暴跳如雷的那个地步 我妹妹刚才我问她的时候 她就说 其实是翻倍的 蛮多的 可是我就讲说 你是之前的水费 等于我在吉隆坡这边付的一个月水费 他们不懂我们这里的费用更加的高昂 所以当然我们也理解 兵修人现在 因为你突然间调这么多 自然有生气的情绪 所以槟城多名执政党议员 也纷纷召开新闻发布会 再次声讨槟州供水机构PBA 认为目前水费涨幅 已经让人民吃不消了 不过槟州供水机构的首席执行员 巴马纳登就说 槟城家庭水费率是有理由也合理的 甚至当地的水费率 每月的首35立方米 在全国各州是第二低 而且大多数的槟城家庭水用户77.3% 每月的水用量是35立方米或更少 她也提醒全马来西亚的水费率都提高了 不仅仅是槟城州而已 她还有说 去年槟城平均家庭用水量 是每人每天是284公升的 那2022年的全国平均水平 是每人每天是237公升 那新加坡在去年的人均家庭用水量 是每人每一天141公升 那透过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 冰州家庭的用水户的平均用水量呢 是比马来西亚用水户的平均用水量还要高的 那她就有呼吁说 那些希望减低冰城家庭水费的人呢 可以选择少用一些水 改变一下习惯吗 那我们也知道明天冰城州议会 就会再次开会会开幕 而冰州立法议会议长刘子健 接受光华日报访问的时候 就被问到 这次州议员上交的书面跟口头询问 会主打什么课题呢 刘子健就不愿意回应 只说下个星期一正式开会的时候才会公布 不过有一些不愿意透露名字的执政党议员就说 已经有议员准备大打 水费战了 就是要在州议会那边反映民生 要求PBA检讨新的水费计算机制 减轻人民的负担 那至于阿易不跌州议员林冠英 今天的在一场记者会上就有说 他公开力挺为民请命的执政党州议员 林冠英也是宾州的前首长 他说最近两个星期以来 可以看到执政党的州议员挺身而出 在数个课题上都替民众来反映他们的名声 他希望在州会议上 这些提问能够获得官员有诚意的解答 有开关引号 对 有诚意的解答 并要求兵州官员要正规人民的投诉 就是要正视他们的投诉 不要就是听而已 要去帮他们解决问题 那当记者追问他所谓的课题有哪一些的时候呢 林冠英只是回应说 说看看这两个星期来的报章报道 就会知道是哪一些课题了 OK 大家可以去翻一翻 而马华副总会长兼滨州主席陈德钦就直接点名 滨城首席部长曹冠友必须亲自出面来解决这次的状况 他昨天说多位执政党的州议员你看都窝里烦了耶 所以首长就要亲自解释为什么这次水费的涨幅那么的惊人 也不要每次发生问题就把责任推卸给滨州供水机构 他还说西蒙执政之后物价高涨 人民负担沉重 滨州供水机构竟然还调涨水费并且质问 这个水费调涨之后的盈余进入谁的口袋呢 那滨州民政党的主席吴栋强呢 也质问曹冠友 为何现在调涨后的州内家庭用户的薪水费的架构 跟之前曹冠友亲自在1月17号所宣布的调涨的那个幅度出现差距 而且涨幅更高了呢 他表明滨州政府和滨州的供水机构 悄悄的涨得比之前宣布的还要高 是要不得的欺骗人民的行为 他要求要给滨州人民一个合理的交代 面对前赋所指 现在我们只能等曹冠友出面回应 可是在那之前呢 槟城光大州议员郑来星就回呛 马化副总会长陈德钦的水费盈余进谁的口袋的言论 他觉得这样子讲是不了解滨州供水机构 钱不够用的处境 他就有说滨州供水机构的多项升级跟提升计划 都因为资金不足而暂缓了 因此调涨水费获得的收入 绝对不是把钱塞进口袋 而是投入了利民的提升工程 比如说州内的各项绿水站 或者是水管的提升工程 说到钱就是特别敏感就对了啦 没错 那吉隆坡一所读中呢 最近就为了筹建教学楼呢 号召全校发起众筹 听起来好像合情合理 但是呢 却引发了争议 那事关呢 是有一名网友呢 他分享截图表示 看到校内有一个大大的电视公告 他标题呢 写着加油榜 左侧呢 是班级右侧则是那个班级 应该要筹获的那个金额 那就有网民留言说 对于看到有学生在上街 向路人还有商家募款的行为 表示不认同 还说学生每个月都有缴付学费 甚至父母呢 可能都已经配合捐款了 为什么还要学生到外面去筹款 那不过巡人中学筹募双子 双子楼的建设基金委员会主席 陈云凤呢 就有回应说 董事部和有校方呢 都是鼓励校友 还有学生发挥创意 尽最大的可能 还有以各种方式 去努力帮助学校筹款 但是呢 他们是没有强迫学生在 就是外出去筹款的 那陈云凤其实也是 寻中的副董事长 他就有说 如果学生自愿外出去筹款的话 当然他们的前提还是 得要先确保自身的安全 也需要得到家长方面的同意 老师甚至是董事们也会随对陪同去协助他们的 所以也强调绝对不会忽视学生的安全 陈云凤还说 在教育给予学生鼓励 加油打气 才符合教育原理啊 也希望社会大众可以体谅 跟多一点鼓励和加油了 现在VOTE 今天我们来问水费 全国水费调整之后 槟城州的水费高涨 有人说 哇 涨了百分之两百耶 就引来各种各样的投诉 你认为呢 那百分之三十八的听众呢 是觉得涨得太离谱了 一定要投诉 那另有百分之六十一的人呢 是认为说 不是只有槟城涨而已 全马都在涨 那就省省用好过投诉啦 所以比较多的朋友是觉得 应该要 这个叫什么 省省用 对 就省省用就好了 留言也是好多了 有人说住在槟城以前水费十四令吉 现在三十六令吉了 这个调整其实也真的 这样看起来很蛮多的 然后还有什么 他就说 如果水费十多块 起到二三十块一个月 然后每个月去 或者是隔几天 又去买一些什么饮料啊 S开头或T开头的饮料啊 可能就觉得不贵了 那你的涨幅是大概在多少 我的家庭嘛 我在槟城的家 我们刚才算起来 其实是有接近 应该是150左右的 其实蛮多的 但是我想说 因为农历青年期间 可能用水量很高 所以涨的可能会更高一点点 因为刚好这一次 他们拿到的水费单 可能就是过去两个月的 这个水费单嘛 就是三月四月的 所以我不懂 不然会不会是因为假节 对 可能要继续观察 对啦 好了 不管你家里的水费是怎么样 希望不会让你带来更多的 负面影响 我们一起加油 赚更多钱 我是奥陈冠贤 我是芷妮 明天的新闻 先我们继续聊更多新闻 就看明天有哪些新闻课题 我们再为你整理跟分享咯 送给你这首歌 邱峰泽黄伟静的断讯 我们明天不断讯 前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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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从来的 前进去的 前进去的